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报告的是 我们最主要报告的是饮食相关的报告 就是华人的饮食习惯 首先我们会从三个面向来讨论华人的饮食习惯 第一个是饮食方式 第二个是饮食的内容 也就是食材 烹饪方式等等 第三个是我们的食材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因地质疑所造成的变化 首先我们先讲的是饮食方式 在讲饮食方式之前我们要先看看 饮食对人类来说是怎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饮食是生存观最明显的表现方式 也是环境与人类生存模式关系的验证 所以从这边的图您可以看到 左边是西方人的观念 右边是东方人的逻辑概念 可以看到我们首先西方人跟东方人 对宇宙的观念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西方人 他是重个体 然后东方人他是重视环境与个体的关系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第二张图 西方是属于个人主义 而东方是属于群体的主义 所以环境跟个人的逻辑观念 也会造成我们的饮食习惯 跟饮食方式的不同 那你们可以看到第三张图 它是核食的方式 为什么会造成核食的方式 其实就是因为西方人 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的想法跟逻辑是高于西方人的 所以核食这个习惯 才会被东方人所接受 然后流传至今 那当然核食这个习惯 也会造成餐具的演变 那餐具演变我们也会请之后的刘老师 帮我们一起分享他的想法 第二在环境与人的关系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和谐跟平衡 因为任何一段关系 不管是人与人或事物与事物 一定都要有一个平衡 它才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东方人 人与环境的平衡上面 会造成核食的样子 那人自身它也需要平衡 就像我们最知道 东方的代表性的图是太子一样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所以阴阳调和才能造成一个平衡 那人的自身要怎么平衡呢 我们说货从口出 并从口入 所以吃的食材跟它烹饪的方式等等 对我们人自身身体体内平衡是很重要的 那也依旧这个情况来说 希望我们东方人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 最有名的就是世性理论 其实世性理论它讲的是 食材还有调味料 对我们人吃下去之后 对我们人的身体造成的影响 那比如说 金类的东西是雇费 就是辣的东西 那火的话雇心等等之类的 那其实我们最知道的其实是氏气的东西 这个是已经算是一个 很一般来说很基本的观念 就是热的食材跟温的食材 它是克寒 然后凉食材跟寒食材就是克热 所以当吃到天气 比较良性的食物的时候 我们会用比较温的烹饪方式 跟温的食材去让它达到一个平衡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下一个这边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食材 比如说我们最常知道的 含性的食材就是螃蟹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我们平常在吃螃蟹的时候 最常的烹饪方式就是 用蒸的方式 然后搭配生姜啊大蒜跟酒 这类温性的食材 让螃蟹不会那么的寒 那相对对我们的身体也就会比较好 那平性的食物就不用多说 平性就是搭什么都OK 那在烹饪方式的不一样 我们也会请接下来的姜老师 跟我们大家分享 那另外这些食材在不同的地方 也会因为我们所吃的主食 还有天气的关系 造成不一样的变化 那这个方面我们也会请 接下来的郭薛老师跟大家说 那现在就把时间留给姜老师 跟大家说明公认的方式 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我所要分享的 讲述的是中国人的烹饪方式 那中国人在火的发明之后呢 火的使用是人类文化 文明进化的开始 用火来烹煮食材 能确保饮食的卫生跟安全 进而能够追求美味 这是为什么中国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开门七件事 中国人把柴放在开门七件事的第一件事 今天我的部分呢 会专注在中国人的烹调方式上面 首先呢 火喉的运用呢 在中国人的烹煮食物上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有除了讲究大火 中火 小火 这个火的大小以外呢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食材 来选择 要用什么样子的火喉 来烹煮不同的食材 以其发挥不同食材的最大的美味 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煮 这里呢 我们看到今天这几种烹饪方式呢 会特别强调这个所有中国字的煮呢 我们都是烹饪呢 都是会用火字边 那这个煮呢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这一个图呢 它是把食物放在热源上面 以水为介质 用大火来煮开 然后用小火来煮熟 那我们常常会听到说要去煮饭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 用这样的一个理念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是蒸 蒸也是以水为介质 但是是以水蒸气为介质 在常见的就是看到 你可以用大火去蒸 蒸蛋和蒸包子 这个四个点呢 也是代表这个火源 那另外呢 火字旁呢 也可以把这个火字旁放在 这个字的左边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 大家喜欢吃的炸的食物呢 这个是以油为介质 用大火来炸酥 用中火来炸熟 那像大家都喜欢吃炸鸡 那另外的炒呢 也是中国人常见的快炒 我们常用的锅具呢 是炒锅 用一个炒锅可以做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中国菜 可以快炒 然后大火把它炒熟 以及能够享受到食物的原始的味道 但是又能享受美味 那用小火来炖呢 这不是只有把它煮熟而已 而是在这个炖煮的过程中 把食材的美味 在水的介质当中 把这个味道加入这个汤里面 所以呢 我们用煮汤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是炖汤 那接下来呢 大家也都很喜欢吃烧烤 你是直接把这个食材呢 放在火上面去烤 像烤肉 它没有直接去接触火 但是这个温度呢 能够直接把肉给烤熟 或者是烧肉呢 像烧肉串羊肉串 这个离火的位置又更近了 在火里把它烧熟 那在这里呢 就要比较一下 西方常见的烹饪方式呢 是煮 它们是以水为传热介质 把它煮熟 把它煮开 那中国人呢 常见的呢 就是炒 我们是以油为传热介质 然后大火快炒 然后用油 把这个味道给炒出来 那都是用火 但是常见的 两者的不同 那今天呢 请各位来看一下 这里一共有九个汉字 有哪一些字呢 是跟火有关 是烹饪方式的 请大家猜猜看 或是用你们的眼睛 仔细看一下 这里有七个 像炒 烧 烤 煮 炸 吹 煲 那无论是在下方 或在左侧 这些都是跟烹饪方式 有相关的 那接下来这里有一首 轻快的歌曲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点选进去看 谢谢大家 接下来把时间 交给春莲老师 谢谢文静老师 老师们好 现在由我继续为大家说 餐具跟饮食文化的关系 在筷子跟刀叉是 东西餐桌上最基本的差异 东西方出现筷子跟刀叉 进食工具的不同 跟环境有关系 我们就先从餐具的起源说起吧 远古时期主要是靠手抓食物吃 后来碎人市的专幕取货 人们发现把食物做熟了吃 更有滋味 李记忠的记载说了 因为不能直接用手 所以当时的人用足枝一类的工具 来放置和翻动食物 也用它们来取食 久久之 逐渐学会了用竹条来夹取 这可能就是筷子最早的雏形 筷子的发源地 以及何人发明 虽然没有具体的史书记载 关于筷子的起源 却有三个传说 第一个传说是由江子牙兽 神鸟之间所造的 第二个是因为打击 为了取悦商朝的咒王 另外一个传说则是大鱼发明的 在江苏高游 龙球庄遗址中发现的古柱 距今有6600到5500年 这就证明了筷子的历史 比上古时代的大鱼还要久远的多 可是这时候的柱并不是吃饭的工具 它是用来捞汤里的菜 右上图的浙江和姆渡 已经发现了很多古致餐刀 距今也已经7000年了 那时候人们吃饭或者喝汤的工具 主要是餐池 这件出土的青铜笔 它具有两种功能 刀子和餐刀 在餐刀之后 接着出现的就是叉子 北齐家文化遗址中 也发现了一些古致餐叉 距今至少有4000年了 出土的时候是一起的 说明当时是成套使用 餐叉大多是用野兽的骨头打造 大小的造型已经非常接近现在的叉子 考古资料显现我们可以断定 中国人最早是使用刀叉的 在商搜时期 中国的烹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饮食的文明时期 战国结束后到了隋唐五代时期 柱的资料已经很多样化 宋代是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 因此关于柱的使用 更是随着当时的食物丰富而非常普遍 为什么柱称为筷子呢 因为先前时期筷子被称为假 一直到明代之前 柱一直都是筷子的常用名称 为什么在明代之后 人们又改叫筷子 是跟当时的避讳有关 若翁在原杂记中提到 因为柱跟停柱的柱同音 柱是停止的意思 它有不详的意思 所以用相反的意思快 而快大部分都是用竹子制成的 所以就多了个竹字同 成了现在的快 到了明清 筷子的称呼就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汉墓壁画上 经常可以看到西地的座 一人一案的宴影场面 唐代壁画就呈现了众人围坐在一起的和食 那么西方古代社会用什么吃饭呢 到了中世纪 人们还是用手吃饭 一开始欧洲人认为上帝 是给人类手势用来抓取食饮 当时欧洲宫廷吃饭很讲究 为了区分地位的不同 王室跟贵族是用三根手指 不能像拼命一样用五根手指 就算当时最强盛的罗马 贵族最时尚的吃法 也是躺在床上用手取食物 意大利一直到了11世纪 才开始用餐叉 而英国也是12世纪 法国则是到14世纪 这时候只有贵族才会用餐具 中国人为什么用筷子取代了刀叉呢 这是饮食文化发展的结果 筷子是因为可以在一盘菜中取食 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食物讲 提到可以发展合作会食的形态 在筷子尚未普及的商周 直到汉唐很长的时间 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也十分实质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由分食制改为 同桌和食是因为跟唐末五代的 高脚桌椅的加剧兴起有关 在中国社会 中国人是要通过同桌共识 来表现和睦团圆的气氛 而分食的结局则是将个人的独立 自主提到首位 筷子与刀叉不仅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的 饮食文化的差异 同时也表现了东西方 人们不同的生存方式 还有特点及渊源 最后的小组活动 我可以延伸到筷子跟刀叉的 礼俗跟竞技文化的比较 以上是饮食文化跟餐具的比较 接下来请国勋老师分享 他特殊节日饮食 以上我们小组的三位老师 那接下来呢 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传统节日特殊饮食 那首先呢 我想大概介绍一下 我这一个小节所面向的学生的背景 我的这些学生大概是IBMYP 中文A一年级的学生 那他们都是华人背景 他们或者是从中国出生 或者很小的来到加拿大 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呢 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了解不够深入 所以呢 今天我的教训目的呢 是想通过介绍 中国的传统饮食 让学生们 加深对于节日饮食的理解 同时深化他员们 对于节日背后文化内涵的认识 好 首先第一个暖身活动 热身活动呢 是让学生们分成小组 来进行一个讨论 那通过小组的活动呢 让学生们热身起来 大概能够了解我们今天这个 这节课的主要目的 就是让学生们了解 讨论一下 中国有哪些传统的节日 然后这些节日分别是在什么时候 把答案写在便利贴上 然后贴在黑板上 那之后呢 我会结合孩子们贴在黑板上的这些答案 然后集合我下面的讲义 进行课程的讲解 好 第一个呢 我会来介绍一下中国的春节 首先我会抛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过春节的时候 中国人我们吃什么 那中国的北方和南方 我们吃的东西有没有不同呢 那不管是中国北方 我们吃饺子 或者是中国南方 我们吃年糕 这两种食物都很好的体现了中国语言当中 谐音 那谐音的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北方吃的饺子 它的谐音来源于焦子 焦子的意思是焦与子时 那也就是说我们欢送旧的一年 迎接新的一年 是在午夜的十二点 也是子时 那在子时的时候 我们吃饺子 那表达了我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那南方的时候 南方的地区呢 我们吃年糕 那这个糕呢 就是谐音于高矮的糕 它体现了我们对于新年 步步高 年年高的美好祝愿 那中国的新年呢 往往是大概会庆祝十五天 会一直到第一个月圆之夜 那月圆之夜 我们吃的是元宵 也就是在元宵节这一天 那不管是汤圆还是元宵 它们都圆圆的很可爱 好像天上挂着的圆圆的月亮 同样我们在元宵节吃元宵 也是希望接下来的这一年 能够生活吉祥如意 那接下来的一个节日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中秋节 那在中秋节 这一个小节里面 首先我会让学生复习一下 我们原来学过的 有关于月饼的来源的故事 那月饼呢 是除了能够满足 我们的口腹之欲以外 他还传递了信息 是在元朝的时候抗金 人们把信息藏在月饼里面 所以呢 在中秋节吃月饼 除了能够让我们缅怀先人 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以外 还可以让我们能够知道 月饼源源的象征了 我们要合家团圆 然后同时表达了对于生活 幸福安康的美好祝愿 那以上三个节日呢 是体现了我们对于生活的美好祝愿 接下来的两个节日呢 我想简单的说一说 中国人是如何顺应自然的 首先是重阳节 重阳节是大概在中国农历的 9月9日 9月9日呢 是秋天 那这个时候菊花是菊花盛开的季节 所以在重阳节的时候 我们除了赏菊 还把菊花运用到了我们的饮食当中 于是人们会喝菊花酒 会喝菊花茶 那在端午节是农历的5月初五 在这个时候夏季慢慢就到来了 随着夏季的到来 蚊虫肆虐或者是一些疾病 就开始传播开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喝熊黄酒 可以达到去除蚊虫 远离灾祸 这样的目的 所以重阳节和端午节 体现了中国人 对于自然的顺应 和对自然的一个尊重 所以通过以上五个 中国传统节日饮食的介绍 我大概让学生了解到 我们不单纯只是吃 在这个吃背后 我们有很多文化象征 于是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的总结 那我总结了三个文化象征 一个是以人为本 A 以人为本可以体现在尊重人的健康 另外一个是 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祝愿 那B的方面是伦理道德 这个往往就可以说是 我们尊重中国的传统 比如说合家团圆 或者是对于中国先贤的一些缅怀 那四一方面呢 就是尊重自然 就像我刚刚说的 重阳节 重阳节喝菊花酒 端午节喝熊黄酒 那通过连线的活动 让学生们大概做一个复习 加深一下对于文化象征的理解 那最后一个方面呢 就是让学生们组成小组 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应用进去 让他们上网查一查 中国除了刚刚我介绍的 这五个传统节日以外 还有哪些其他节日的传统饮食 那这些饮食所体现出来的 文化象征又是什么呢 以上大概就是我们小组的介绍 我们小组的思维成员 是想通过对于饮食官 烹调方式 餐具和特殊节日饮食 这些知识的传授 让学生们能够加深 对中国民族历史 还有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 以及中国劳动人民的情感 和智慧的理解 同时让学生们能够知道 我们中国的文化价值 是远远流畅的 好 谢谢大家